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杂辟玉经》 在《大政上》第四册 五二八页 中南到夏南 过去佛在世时 有五百位大力士都出家坐了沙门 共同聚在一处坐禅诵经 有一个凶恶的盗贼 把他们的衣钵洗劫一空 只剩下身穿的内衣 盗贼离开之后 这些沙门只穿着内衣 一起到佛的地方详细报告这件事的经过 佛对这些沙门说 你们为何不大声喊叫 沙门回答说 佛未准许 所以不敢大声呼叫 佛告诉各位比丘 你们如果不敢喊叫的话 盗贼可能每天都会去掠夺你的衣服 谁还能够经常攻击你们呢 从现在起 允许你们看到盗贼来时 可以大声呵斥 或是抓着墓葬砖石 吓唬他们 让盗贼感到恐怖落荒而逃 只要不是真心想要伤害他就可以了 人们所看重的有三件事 也就是身体 性命 财彩 这三者都不值得吝惜 但也不可以轻视 为什么说身不足惜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无常败坏 不坚固 可是愚昧的人却爱惜他 认为他是我所拥有的东西 由于贪爱吝惜而起不善因缘 之后堕入恶道 因此说身体不值得吝惜 为什么又说身体不可轻视呢 因为我们有身体 可以遇到贤圣 会拜 鼎礼 合掌 问讯 奉承 供养 恭敬礼拜 之后获得金刚不坏的法身 所以说身不可轻 为什么说命不足惜呢 一般的凡夫为了自己活命 因而造作了杀生 偷盗 邪淫等 身的三种恶行 寇犯了妄语 两舌 恶口 其语等四种过失 心生起贪欲 称慧 邪见 之后堕入地狱 受苦无穷 因此说命不足惜 为什么又说性命不可轻视呢 因为有了生命 才能够遇到贤圣 听闻佛法 讨论法义 专注一心 尽行寿 静静修行 之后获得无穷无尽的慧命 所以说命也不可轻 为什么说财不足惜呢 因为财是五家所共有 也就是盗贼 谁 火 官府 不孝子孙 这五家如果突然到来 财产一下子全部都没了 所以说财不足惜 为什么又说财不可轻呢 有了钱财遇到粮福田 可以用来布施 也可以用来供养三宝等 毫不利息 之后获得四大宝藏的法财 一 能够遇到诸佛 二 能听闻六波罗蜜等法义 三 能思维法义 通达无碍 四 能心无懈怠 愿力烦恼 得自在解脱 也可以用来救济穷人 帮助贫困的人 由此获得的法财 无穷无尽 所以说财不可轻 修福德都应当立定志向 求成佛道 不应该只是求人 天 福报而已 为什么呢 例如重道古 只是求取它的果实 果实虽然还没成熟 而经 节 知 夜等 自然已经得到 布施修福德也是这样 发无上菩提心 效法佛的行仪 只求成佛 得大波涅槃之道 佛道虽然还没成就 而人天中的福乐 转轮圣王 第四天 犯天王等自然得到 也像众道古一样 虽然不期待经 节 知 夜 却自然能够获得 所以不应该只求 人 天 果报之乐 这一则故事主要是提示我们 对财物 身体 性命 不要过于利息 但也不要轻视他们 应该利用他们来利益众生 供养三宝 亲近善知识 听闻佛法 精进修学 能以无偿的世间财富 换取初世间的功德法财 以为翠的社身 换取金刚不坏的法身 以有限的生命 换取无穷无尽的财命 这样子才有意义 今天以这些跟大家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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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